Challenger SRT Palecat 在巔峰級數裡 它是一台來自極限族的紙車 車手們對於它的評價也是相當兩極 有的人說它很快 第一次玩就上手 也有人說它脾氣很暴躁 容易失控 我覺得這就是這遊戲好玩的點了 每台車不僅有不同的操駕方式 而且每個車手的操駕風格也很不一樣 上次的短影片我覺得介紹的不夠詳細 本期就來再次分享一下 快速上手地獄貓的藍人包 希望可以幫助到想要入門地獄貓的車手們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先附上人權分數 排位分數1690 目前是全服的第六名 接著附上我的改裝調教 32132 這是我目前覺得最佳的地獄貓改裝調教 引擎一定要選擇衝刺校準 有開過地獄貓的車手應該都知道 它在甩尾過彎的時候 經常會在準備回陣的那一刻突然大失控 選擇衝刺校準就能大幅的改善這個問題 在現實生活中 我不清楚為什麼這種調整變速箱的齒輪比 會帶來這樣的改變 但在巔峰級數裡 自從我使用了衝刺校準後 地獄貓就再也不發脾氣了 夥伴們可以去試試看 不知道在場有沒有比較了解汽車的夥伴 我真的還挺想知道這背後的原理是什麼 希望有大神可以在評論區 為我們科普一下汽車的知識 接著我們就直接進入實戰吧 開場我們先來個懶人的起步法 在你點完手剎車彈射起步的時候 其實過一段時間還是要再點一次手剎車 來阻斷TCS的介入 不過因為剛剛已經要過彎了 所以我就沒有壓了 否則一開始就會打滑 那夥伴們可以留意一下 我左下角這個手把的操控方式 駕駛地獄貓我比較推薦的是 全油門的操控方式 我只有在要救車或是修正路線的時候 我才會選擇放掉油門 不然其實我全程都是超油門的 我自己是挺喜歡地獄貓的 因為他的過彎非常的無腦 幾乎不太需要思考 反正就是到了這個手剎車的臉 就按住然後打方向牌 滑過去打正 按住打方向牌 打正 就是這麼簡單 我現在展示的就是一個 比較無腦操架的方式 因為其實地獄貓真的就這麼好看 那當你掌握了這個無腦的技巧之後 那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對於路線的追求 塞車遊戲就是這樣 也許每個人都有不同的 或者煞車點的時機啊 或者是有關的時機 但是真正最快的線 就只有一條而已 那誰能夠找到那條線 誰就可以創出最佳的技巧 所以這就是一個 勇如止盡的修煉 機肉車甩的爆發力 就是這麼的爽喔 好 OK 我們再來跑一把 這把的金車比較多 這遊戲目前的狀況是這樣的 即使你是一個滿一修滿改的紙車 原來是抵不過二十改的金車 那我覺得地獄貓如果你開得順手的話 其實以紙車來說 你的對手可能就只剩下 滿改的西八吧 滿改的小牛我覺得沒有到那麼難前喔 滿改的西八我覺得比較猛烈 那這個過彎就是這麼的簡單 也不太需要去思考 因為這個手煞車一拉下去 我們的速度一定就會降下來 過彎就會很順暢 但是後面這台車緊追不捨啊 這也沒辦法 我覺得這個就有點性能差距了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嘴 這是一款課金遊戲喔 大佬才能玩啊什麼的 其實我並不會這麼小 因為這個遊戲的排位 你只要爬到極速車身一階 你就等於這個賽季畢業了 剩下的追求那都是有點 有無止盡的 你知道嗎 如果你只要跟人家比的話 你永遠都比過啊 那我覺得玩賽車遊戲 其實你從頭到尾要贏過 都是只有你自己那一款 但是你每次跑的時候 你有沒有比上一次更緊骨 這個彎你有沒有處理得更好了 你有沒有找到更好的線 有沒有找到更好的抄架方式 我覺得這都是比車子的性能還要重要 因為他還是有養成的成分在 那這種養成的賽車遊戲 你就不能心急啊對不對 就跟拓海他老爸說的一樣 千萬不要有跟人鬥的心喔 你要贏的 請你自己 完工了 我們再跑一把 喔 大牛啊 快喔 快喔 不過彎道上我們就會接近他 喔 甚至還超越了他 不過以他的性能 應該20改以上 有沒有補一吸 我就不知道了 其實大牛在跑這種圖 碰到人行道的失控率還蠻大的 那就看他HOLD不HOLD不HOLD 他如果HOLD得住的話 還是有追上我的機會 修一下 有沒有 像這種時候我就會放油門 當你發現你的車子在外拋 或者是線不對的時候 你要去修 這時候就要放油門 那其他的時候 就是 油門全開就可以了 油門全開就可以了 你小甩一點就好 直接抓地衝過去 搞定 這台美麗又高雅的肌肉車 如果只是因為操控上的不適應 就放棄它 那就太可惜了 那以上就是地獄貓的快速上手懶人報 希望可以幫助到 想入門地獄貓的車手們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贊 關注 轉發給你的好夥伴 我是瑞大 感謝你